下面再看到国外有一只神奇的飞天猫 这个轻航机驾驶飞机开到半空当中 竟然有一只猫咪突然出现了 从机翼的尾端走向机舱 而且教练说这一只小猫在那边狂叫 看来啊这个猫咪也是吓坏了 你看怎么可能不吓坏 幸好猫咪是死命的扒的那个飞机的横杆 才保住他这条小猫咪 难得坐上轻航机在半空中看天看地悠游自在 但是您注意到了吗 画面中竟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猫咪小心翼翼的刺激翼的尾端走到飞机机舱 从外头的风景判断 这时飞机还正在高空强风中飞行 小猫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跌下去 摔个粉身碎骨 幸好驾驶看到它 天外怎么会飞来一只猫呢 难道猫咪也有飞行梦吗 两年前瑞典的这只猫咪高空跳 散秀画面全都是特效搞定 但是龟亚娜这只黑白猫可是扎扎实实地在进行一场意外的天空之旅 从猫咪的表情看来 它也怕得要命 死命的攀驻横赶 只是这只来历不明的猫咪 莫名其妙飞上云霄 和1959年的美国恐怖影集 阴阳魔界的情节 有点类似不免令人觉得毛毛的 只是误搭飞机的小猫咪 惊吓表情令人心生怜悯 驾驶赶紧先降落再说 小猫发现陆地后一流烟跑走 但是它到底是打哪来的 至今还是一个谜 记者综合报道